你可以到處飛到處享受 Fly all around 這是 Take one hundred fifty seven Oh hello Hi Foo Love family 大家好 我是副冠傑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你來到Foo Love 我們這裡每天嘗試新的東西 每天做志氣 然後每天雙傳影片 今天的影片呢 就在我家裡這裡跟你們聊天 我原本在外面有拍攝 但我覺得太無聊了 所以我直接幫你們 Skip 手印會 看起來了 喔 這麼漂亮 今天想跟你們討論一件事情 反正就在我腦海裡 就想說跟你們一起分享 就是 我看到一個 quote Don't wait until you're ready to start 不要等到你準備好再開始 我不曉得 你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很想做的 但是 你比較擔心說 不知道怎麼開始 或者是 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建議 這是我的建議 你要聽不聽 你 但是 我個人的經驗是 You'll never be ready 你再怎麼準備都永遠準備好 最好的準備就是 直接開始 英文還有另外一句話就是 Jump off the cliff And build your helicopter as you fall 直接衝了 然後 當你掉下來的時候 再蓋個降落傘 或是蓋個直升機 看你要蓋什麼 因為呢 我們想做的事情 不管你是想做什麼 You'll never know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給你舉個例子好 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句中文都看不懂 我去餐廳的時候 還會被那些人笑 因為我看中文都看不懂 然後 我要點菜嘛 而且我又想要做一個演員 完全沒有演技經驗 You know 我在美國 可能在好萊塢那邊 我有上過幾堂課 可是實際的經驗 我是沒有 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然後台灣也沒有認識任何的人 我就直接打包了 然後就來到台灣 我就衝啦 那我不是說你也要 像我這樣直接衝啦 可是 如果你前往你要的方向的話 然後你遇到問題 再一個一個解決 會比較好 因為 我怎麼可能知道說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會遇到哪一種困難 一定是我到這裡的時候 才知道 所以我到這裡 我當然遇到一些基本困難 就是 我想要演戲 但我劇本看不懂 然後台灣很好玩 就是 你常常到劇場的時候 它是劇本當天給你 所以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時間可以 不習 我那時候還要 請別人幫我唸出來 然後不好意思 請人家唸太多次 所以請他們幫我錄下來 然後我就一直聽那個錄音 有一些話我真的聽不懂 所以我就用死被 什麼 萬一你又晃點我怎麼辦 萬一你又晃點我 你別以為你是警察 就可以借錢不還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我以前的一些戲 有一些中文實在是 硬背出來的 自己在講什麼都不知道 你們是怎麼回事的啊 就這樣讓人走 那以後有我們的地方 是不是誰都可以來殺野 Anyway 我就那樣一直拼 一直拼 然後 找經紀公司 找機會去試鏡 然後 一直被拒絕 一直被拒絕 到後面 也拍到我想要拍的戲啊 雖然沒有到什麼大紅 可是 我做到我想要做的東西 就是 能參與演出 能有自己的作品 所以 我可以做的 然後我生日當中 有好多這種事情 都是 我想去做 但我不知道怎麼樣開始 我就是 直接跳著去做 因為我更之前 我現在我更之前 我以前是一個非常想很多 想很多的一個人 我不知道 現在看我黑頭髮很多 我以前 大概十幾歲的時候 白頭髮就很多了 因為我那時候 整天都在想 我很在意別人 怎麼看待我 然後我很在意 做錯事情 我很怕 人家 不認同我 我就會整天在想 想想 然後想到最後 什麼都沒有做 朋友也沒有 那真的很不快樂 我是 在 Live當中有一個 轉折 才 改變成 OK 我就是要改變 一定要 行動行動行動 有機會的話 我再做一個影片 關於那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那今天的 focus 就 focus 在於 不管你想做什麼 Just go for it Figure it out on the way 直接去做 然後遇到什麼問題 再說 然後你要專注的 是在於 Solution 答案 要怎麼解決 不是專注在 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因為你要尋找問題的話 一定尋找得到 我相信你 非常厲害 所以 你要 focus 在於 怎麼樣 完成這件事情 喔 有一個小問題出來 那我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說 這個問題以外 還有這個問題 還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真的 永遠 想不穩 永遠做不到 Just go for it And reach for the stars 你目標越高 你就算沒有達到你的目標 你達到 It's over here 也是很高啊 如果你目標只在這裡的話 我到這裡 我可能到一半而已 就 Not that high Yeah So thought process 這時候在 腦筋思考 給你們看一下 喔 這好像捲頭髮 How you like that 你們覺得 我要不要去捲頭髮 我有在思考 Maybe 去捲一捲 我最近戴帽子 頭髮已經開始捲 我其實還蠻開心 我們Full Love家庭 越來越大 因為我剛開始拍這些影片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有人看 我的期望是 喔 好希望 好多人看到 好希望我們Full Love家庭 So big So many people 然後 有一上傳影片的時候 大概有 好像 兩個人 三個人看不到 然後 那兩個人 三個人裡面好像 也有包含我 因為我自己要去 測試一下那個影片 有沒有用 所以一開始基本上是 No one cares 但是 我就持續做 做到現在 有你們Full Love家庭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而且我們又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成長 So So super happy Super happy 我就想說 多拍一些這些 跟你們可以 connect的影片 當然 我很想帶你們 到處走一走 到處 experience 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最終 我還是希望 跟你們有這個 connection 因為我發現 雖然我生病是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 因為那個經驗 我那個影片 是直接在跟你們講話 然後我發現 反應是 很好的 你們非常的關心我 然後同時 也有真正的 connection的感覺 我就希望能夠 有更多這樣的感覺 所以 我會嘗試 多跟你們直接說話 So 我今天跟你講這個主題是 我還蠻 passionate 然後我今天 Instagram上面 也有放一個 quote Worry is a miss use of your imagination 你的擔憂 是 錯用你的想像力 的結果 因為我們的想像力 是無限的 我們 在腦海裡 其實是沒有 limitation 我們要在腦海裡 飛的話 就可以飛 You can try 你現在 眼睛閉起來 Really Try 跟我一起試 很好玩 眼睛閉起來 然後想像 你在一個屋頂上 非常非常高的屋頂 然後 你可以往下看 看你穿什麼鞋子 或是你沒穿鞋子 感受一下 在屋頂上的空氣 然後 然後 往前走 走到屋頂的旁邊 然後 你可以注意到 你背後上 有東西 是翅膀 還是jetpack 或可能你是只有 直接的特異功能 你可以飛 Anyway 你就是知道 你可以飛 這時候 我數到三 你就可以整個人 Lift off 然後整個人 飛起來 1 2 3 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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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到處飛 到處享受 Fly all around 這是 你的想像力 你想要什麼 就可以有什麼 Be free Enjoy 對 享受 在天空的自由 你準備好的時候 就可以再 降落 回來 回到你身體裡面 然後 慢慢的把眼睛張開 不是很好嗎 我不知道你們啦 但是我個人 我已經 飛到不知道外太空了 咻 咻 咻 Anything is possible in your mind 你想像你可以 完成任何事情 你可以想到 所有所有的問題 你一定可以繼續想 你繼續想 想的是無限的 但是同時 你也可以想到 無限的答案 想到無限的 solution 所以不管 你想要 做什麼 Focus 在於 你要的結果 Focus在於 怎麼樣 完成這件事情 不是說 什麼在阻擋你 Alright 那我覺得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然後我很希望 跟你們有更好的 connection 所以請你們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 你希望我下次可以 聊到什麼樣的 topic 或者是 你最近 要 完成什麼事情 然後 你要勇敢的去做 Or 你希望 我能帶你們去哪裡 走走 體驗什麼的話 告訴我 Let me know And we can do it together Alright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 當然 我的30天福利挺身 challenge 你如果有加入的話 現在跟我一起做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明天見 But 你應該一起加入 今天第幾天我也不確定 但是如果你還沒加入我們的40天challenge 30天challenge的話 我們是30天 每天做40個福利挺身 讓身材 變得越來越好 要有一個健康的mind 也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Ready Let's do this 喔 剛吃飽有點吃力 5 喔 嗯 好像生命還沒好 總是覺得 這福利挺身應該是 每天做越做越簡單嘛 但我覺得我越做越難了 喔 我要趕快把身體休息好 Alright Fool of Family 我們明天見 I love you guys Bye